爸爸 你这人是谁啊 是在小居的吗 我怎么看着像王叔呢 是吗 王叔 真是王叔啊 干啊 你领着两个媳妇上哪串门去了 没有啊 没有俩 就一个 大米粒 这我啊 大米粒 是吗 哎呀 我这个眼哪 那血管堵的 看什么都是俩 王叔 你这咋的了 那专家说我呀 要不吃他们的产品啊 上秋啊 我心脏堵 李栋啊 脑袋堵 明年开春全身堵 到庆明就完了 我跟你讲啊 王叔啊 那个地方你不能信 明白不 你可别让人骗了 我彪啊 我傻呀 我脑子叫门急了 我这么大岁数白活呀 我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啊 你没到我这个岁数你不理解 你才有了几回兵 再说了 你就是一个物业敬礼 人家那是专家 哎呀 这谁呀 你说这多坑人啊 对呀 这谁给你带去的呀 你爸 我跟你讲啊 大米啊 多亏了你爸呀 要不连几年夏天我都过不去啊 行了 我不和你们讲话了 我得回家吃产品了 王 王叔 王叔 你说这王叔怎么这么傻呀 我告诉你啊 他们是这样的 就告诉你们过去领鸡蛋 明白不 其实呢 他是把你勾进去 然后就上来一批那个 就是不靠谱的专家啊 就说你这身体这儿不好啊那儿不好 其实最终目的就是让你买他们的产品 哎呀 你说你爸也真是的 你说咱们不 哎呦 王叔 坏了 这两天爸经常往家拿鸡蛋 不会咱爸也上当受骗了吧 赶紧回去看看吧 回去看看吧 邻居们好 父母是双职工的 孩子们都注意了啊 你们父母忙 早上起来呀 就别让他们给你们做饭了 上学之前 都到你大米粒一日来领鸡蛋 每个人还有一罐鲜博士 喝奶就喝鲜博士 长大的全都当博士咯 爸 您 您没事吧 没事啊 爸 你看我是俩不 我看你是个二 我没事 爸呀 你钱都上交了 哪来的钱买这鸡蛋 现在鸡蛋还用买吗 当的就领 不花钱没给啊 你看不光鸡蛋不花钱 我跟你说 还免费给你做体检呢 就在小区外面一拐那个门 一进门吧 他就给你发鸡蛋 然后把整个仪器往里往旁边一站 过来一个人说自己是专家的人 给你就做证断 那一证断说你那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连饺子盖里头都有病片 我问你爸 那边就没让您买点产品 我多天哪 六六大大当装链 进门我就领鸡蛋 领完鸡蛋我就走 他跟我说啥我都装听不见 爸 您是装听不见 问题是现在王叔可全都信了 爸 你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站起来 不是我跟你说啊大米人 你可变个二米人学捋了八几点 你学着你老公 你看人家多文明 我站起来 你严肃一点 把手放下 你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啊爸 王叔是不是你带过去的 他上大了 他买产品呗 我 你什么你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叔的精神崩溃了 爸你是不是最近好几天没看见王叔 没看见他呀 我跟你讲啊爸 大夏天的啊 就王叔穿了个大米袄 好家伙穿上以后那是这样的 我看 看见没 哎呀你说你王叔这个人吗 我都跟他说过一万多遍了 我说咱呢到那就是领鸡蛋呗 领完鸡蛋咱就走 说啥咱也别信 你说他非得在那地方逗留 你一逗留你 你 刚才你 你的想法你 帮过他呀 爸呀你给他害了 你 刚才 哎 哎 有什么 我跟你讲 哦 要想救王叔 嗯 普通的办法他听不进去 得下一劲猛药 什么猛药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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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招行 这招好 这招棒 我跟你讲啊 一会我打电话 王叔来了以后 咱就着急行 行行行 好吧 爸你好好演啊 放棄吧 王叔 我钢子 王叔啊 您快点来我们家一趟吧 我跟你讲王叔 我爸不行了 王叔 哎呀王叔这都啥时候 我赵刚刚的这辈子 我骗过人吗 王叔你快来吧 好的王叔我等你啊王叔 好的 我告诉你吧 王叔一会来了以后 召集行事 千万别验砸了 不能不能不能 我饭 哎来了来了来了 我我 营啥营您现在不行了 你躺下 哎对对 老饭哪 老饭哪 爸 爸 哎啊啊 哎哎哎哎哎别难过去了 别难过了 别难过了 哎 大妈 啊 王叔 那 老饭 老范 好舒服 老范 老范 你还认得我吗 你 你是老王吧 都这时候了 那个王子后面就被嫁个罢了 你说你 往常身体挺好的 怎么突然间就这个样了呢 我 我没听那专家的话 没买产品 你呀 去了领完鸡蛋你就走 领完鸡蛋你就走 你怎么就不买点产品呢 来不及了 那专家告诉我了 我今天中午一点半就走啊 哎呦 快到点了 我这有句话呀 我想跟你说 我这句话就是啊 掐人钟 我掐人钟 哎呀 掐人钟你掐那么狠手干什么玩意 不是我掐的王叔掐的 我没掐过他 让他掐他年轻时候掐过我 你不行了 你不行了 这这这 爸你看看 那专家让你买产品 你为啥就不买呢 哎呀老范南 你说你要听了专家的话 你何苦有今天呢 爸呀还有两分钟 您该说点啥赶紧的 我这句话你得记住 这句话就是啊 这怎么还提前了呢 这是真的是假的 哎呀王叔 这都啥时候了 能有假的吗 爸爸 爸爸 你这老丈人不是你爸吗 赶快赶紧的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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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 你怎么怎么这小伙子你还笑呢 我这是哭 我哭就这样 哎 哎 我咳嗽的啊 撞 你还撞吧 这都过点了 你怎么还没走啊 不是王叔啊 这就是您的不对 是吧 那个地方的专家已经跟我们说了 我爸 一点半准时走 现在一点三十五了 爸 表现 对不起我迟到了 看见没 用实际行动 符合了专家说的话 不对啊 这走了还喘气啊 这这这 管不喘的不要紧 专家说我爸一点半走 必须走 这那地方的专家的话 你也不能全听啊 那那地方的专家 让你买那个产品 你咋就信呢 我这 他那个产品我吃了有用啊 哎你有什么用啊 不是我假装诈实吓唬你啊 我我告诉你 你吃喝饭有什么用 吃完了补饿 废话 吃多了你还撑的话呢 咋不撑死你呢 我跟你说啊 你拜这样 老范 有的时候啊 人家那个地方的专家 说的是真准的 那地方专家他就说过啊 由于血管堵塞 压迫了神经 导致全身的颈骨萎缩 人家当场给我做测试了 他让我拿着舌头 舔着胳膊肘子啊 我就舔不着 你现在吃完这产品能舔着了 啊我觉得离得近点的呢 那一般人谁能舔着自己胳膊肘啊 街坊邻居们你们试试 谁能舔着自己胳膊肘 有吗 有 你那舌头是自己长的吗 我跟你讲 我这么说是我就要这么骗了吗 王叔啊 你肯定是被他们骗了 我就告诉你们 那地方是有问题的 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王叔 你说你身体多好啊 你过去也没什么病啊 是不是 王叔你说大夏天的 你穿这么个玩意 你什么感觉 痒痒 那是起肺子了 你把它脱了 脱了 脱了你听我的王叔 我告诉你王叔 你的身体是最好的 你一点问题没有 身体啥毛病没有 你你你你不信你活动活动 你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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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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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多精神啊 是 我告诉你说我还没洗脸呢 我洗完脸比他精神 哎呀精神就肚子 哎 电话 哎你好 啊我物业经理赵刚子 啊 明白 好嘞你们放心吧 我们全力配合 行了 有关部门说了 嗯 下午就要查抄他们 嗯 已经调查清楚了 里边的专家全是假的 哎呀 他们主要就是卖产品 专门坑你们这些老年人 嘿你可别让他们跑了啊 你放心吧 一个都跑不了 哎大米啊 啊 你赶快上安家一趟 我买这个产品你拿着 找他要钱去的 那你去哪啊 我我我我还通知了几个人 我也想去告诉告诉人家 我这都谁啊 那个老祝太太 老牛太太太 老马太太老羊太太 你怎么老爹你老太太呢啊 老头太也不跟我玩啊 哎呀 你赶快去吧 走吧走吧 干嘛 哎 什么时候取题 今天啊 你跟有关部门商量商量商量 明天中午取题行不行 为啥啊 明天早上我还能领回鸡蛋 爸 你还有没有点正经事儿呢 你快走吧 哎呀快要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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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